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9号报道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·鲍尔 在接受葡萄牙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表示 北约准备与俄罗斯直接对抗 他说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超越了乌克兰 他认为俄罗斯似乎打算重返原苏联边界 鲍尔还指出 北约国家的工业生产应该转向军事领域 并将重新装备列为北约的优先事项 对此有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表示 鲍尔的言论是可怕的 这种言论正在将世界拖向核崩溃 俄罗斯从未寻求与北约发生军事冲突 并曾尽一切努力缓解军事紧张局势